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糠液,拼經濟反望報 好,今節 我們就講一講這個 新上上任三把火 都不是新官,新上 新的首相 那究竟甚麼事呢? 新偉成這位新的英國首相 將會繼續 實施 一些計劃 甚麼計劃呢 就是給他 旗下的財政大臣侯俊偉 更加大的權力 當然 英國最有權力的監管機構 其實就來自於金融 現在呢 後進委可能 就要推翻 這個英國 金融監管機構的 一些 叫做 決定 但是 你知道 喂 金融業就是英國 這個 支柱中的支柱產業 你膽敢削他權,或者干涉他,或者分他權 肯定很大反彈 是嗎 我們看到 新偉成現在就和 金融監管機構 發生衝突 老實說 其實之前卓惠斯和金融監管機構 衝突也很大 是 因為覺得 你沒有認真地幫英國 但是 現在這樣發生衝突 前 政府也有做 想不到這次新偉成 將會是進一步有新的 干預 令到 英國的財政大臣侯俊偉 是能夠 凌駕在這些 金融監管機構之上 原來 他們 就打算 是 一些新的 法案 這些法案 賦予 財政大臣 是 挺大權力的 權力包括什麼 包括 英國央行在內英國最 有權力的 監管機構 都可能 以後 就要聽一聽侯俊偉說 即是 削弱他們的獨立性 也是削弱了 金融界的權力 當然 金融界肯定說 這樣 等於令到全世界對於 倫敦作為金融中心的信心都削弱 是的 你說會不會 我覺得都會 但是 但是 因為 保守黨政府一直都覺得 金融機構 是不聽他們之敵的 所以 現在也是很嚴重 最有權力的監管機構 就是 對上了侯俊偉 當然侯俊偉後面的 就是 成哥 沒錯 就是這個 首相辛偉誠 你不要忘記 為何辛偉誠會給後續 我相信辛偉誠 財政大臣時候就是知道 這些金融機構 是不聽他們之敵的 其實 辛偉誠在擔任財政大臣期間 都已經說過了 他就說 我們 有些時候 都是要監管機構的 你好 這個很搞笑 現在作為 現在作為首相的他 更加已經向 財政大臣說過了 他希望繼續推進 當然越來越多人 就警告 你這樣可能會削弱 或者損害 倫敦作為金融中心的 這個地位 不過 英國的 財政部就說 我們已經確定了 我們打算 對金融服務法案提出 一項修正案 加入了 政府的干預權 但是你記住 保守黨不是經常行一個 小政府 大市場嗎 現在都干預 證明了那一套 在玩了那麼多年的 新自由主義之下 其實都已經不行了 特顯出來 尤其是這十年八年 特顯出來的問題 很多很多 所以 我又不明白 BNO人經常說 戴卓爾夫人 戴卓爾夫人做的事 都是有 一些不良後果的 不要整個鄉下仔 其實 說真的 就算戴卓爾夫人現在做首相 我也不敢說他會像卓維斯 當然我相信戴卓爾夫人比較硬 他應該不會那麼快下台 但是 你都很難保證他會不會像 之前 70年代美 80年代初 之後做一些雷禮風行的動作 令到英國 繼續好 你很難說 因為時空不同 所以歷史是沒有如果的 其實都沒有什麼民意 其實都 現在 尤其是保守當初 是 辛惠成就好一點 因為資產國太差 所以現在 這個 修正案 加入了干預權 令到 侯俊偉 作為財政大臣 能夠指示 這個金融機構 制定 修改或者撤銷 涉及 重大公共利益的規定 辛惠成 當時擔任 財政大臣時就認為 各位大臣 應該在 極少數的情況下 指導 監管機構 當然他就說 我們 會 在 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一方面 對金融穩定和獨立的監管 是有一個具體承諾 另一方面 令到倫敦金融城 成為 英國脫勾之後推動經濟 推到更加高增長的一個引擎 究竟可以嗎?我是不相信 因為 始終脫勾 的這個永久傷害絕對是有的 是 實施 這項政策的責任 現在就落在 財政大臣後總委身上 以及 上星期 再次被 委任為這個 金融大臣 Griffith 在他身上 其實 英國 審診監管局 的 阿頭叫Sam Ruiz 以及英國 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的負責人 Radi 其實 上星期都已經 跟這些 金融 領導人 開了一次會 對於各位大臣 究竟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推翻 之前 或者 現在或者將來 應該說將來才對 將來 如果 金融的監管人士 如果他們 有些決定 究竟政府會不會推翻 這件事 就是重重之重 一說到干預權的時候 剛才我們說的那位 Sam Ruiz 先生 有些人可能認為這種權力 會提高競爭力 不過他的觀點就是 隨著時間的推移 他的效果可能會相反 他會破壞我們的國際信譽 並且 創造一個 金融監管更多的地緣政治風險 這件事就不一定 我覺得新加坡也有一定的監管 但還好 是嗎 對 新加坡普遍是相信政府比較巨多 是的 是的 當然政府也是對於金融的監管是比較嚴厲的 其實 在一些 政府領導之下 這些 當然 金融巨頭就說 你們這樣監管可能更加差 一些可能會更加嚴重 不如我們自己行內人監管吧 當然剛才我們說的那位 發D 亦都是 贊同 他就說 最重要是什麼 英國的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的 獨立性 和 敏捷性 不可以被任何 不安因素來干預 和削弱 但是他就可能說 我不看著你可能更不安 其實財政大臣亦都說 對於這個干預 權力 最終的一個機制怎麼出來呢 是未決定的 政府將會在金融服務法案 在議會通過的流程當中 是會有一番修改的 但是 你對於這些 因為金融是很重要的 這兩個 叫做 監管局 說真的 都是 這些 自己 業內人士 當然他都是政府的機關 但是他想著 業內人士 是 起碼知道 不需要你侯盡偉看 我們自己可以監管到自己 要獨立操作 但是 我就覺得 你應該有個最後最後的機制 最後還是要 財政大臣 都是要監管 當然 這兩個監管局 最有權力的監管機構 對於金融來說 金融就是 英國食物的 東西 很小 他覺得我們自己 得救了 不用你再看著我們 我們要獨立運作 有一個 上面就想取回一點點權 下面就不肯給你權 這個衝突 現在看來沒什麼 但是英國的媒體就很擔心 因為 你知道金融業對英國來說太重要 當然 這個法案還會為英國審訊監管局 和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 引入一個新的次目標 即是 支持增長和 競爭力 最近 在監管保險業的 這個叫 支付能力 二 的規則改革問題上 其實英國財政部 和英國央行之間已經出現了裂痕 很緊張關係 不過卓偉詩時候更緊張 保險公司長期以來一直認為 這些規定 要求他們 持有過多的資本金 其實內閣大臣就希望 放鬆相關的規定 這樣就可以增加保險公司在基建方面的投資 而監管機構 他們就說 要專注於 在受監管公司保持強大的資本援充 同時也要保持金融穩定 其實 這件事就是 其實 就是政府 內閣大臣 你 要不要耗那麼多 資本金 拿些錢去投資 英國會好一點 有基建投資 但是監管機構就覺得 我應該穩固一點 保持多些錢 好像更好 現在的經濟狀況 保持多些錢 可能更好 你知道這些最有權力的監管機構 因為管金融 可能覺得 我自己 行業的事 你應該讓我獨立操作 為什麼現在有阿智阿座 摩洛哥紙手畫腳 對不對 所以其實 也是這樣說 我覺得 不是 不是那麼容易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說 最後 辛偉誠能否比他們 我覺得 比不可以 我覺得比不可以 為什麼呢 倫敦 作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他們的 金融這個行業地位 實在太過超然了 所以 你說怎樣可以搞定它 我就覺得很難 哈哈 我就覺得很難 是 會不會市場已經習慣了 相信監管機構 多於相信 政府 由上次的這個 這個媒體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其實當時你看到 其實大家都相信 央行多於是蔡惠斯 是啊 以及其他的相關監管機構 是 都是多於蔡惠斯 另外 還有 還有一條新聞 其實也是應該 屁下妖的 就是 有人就說 因為這個 阿成哥 他家是 因為來自印度 所以很多人 是不吃牛肉的 是吧 之後 有些媒體就說 阿成哥 即是新偉誠 就將 牛肉從手上的 手上虎的菜單當中剔除 其實 是沒有這回事 是沒有這回事 說真的 他怎麼會呢 因為 手上虎菜單不是他一個人吃的 是嗎 這些人只是得淡笑 這個 這樣的 假新聞也是來自 老鄉 即是來自印度媒體 他那裏真的有很多假新聞 真的 就是得淡笑 好 今集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網友再見 再見 再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